搭乘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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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做超浪板 因為我東西要放到那邊去了 那邊人太多 沒有跟PULO沒關係 因為我們不喜歡人太多 而且那邊都已經 層次層級了 所以人太多 菜鳥又比較多一點 是因為我們不喜歡跟人家擠 走 我們快一點 因為衝浪到了現在 太多人了 而且人多危險 所以我們就離人群比較遠一點 我們比較低調啦 因為我們衝浪也都衝很久啦 你現在看得到的大概 不會比我們更久 我都敢這樣子講 不要走啦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是外套 基本上是這樣 它離北迪很近 下面是雙吃 最主要的剛好夾在中間 最好的事情是因為外套車站在這邊 所以我坐火車就可以到 對不對 那很簡單 你像北迪的火車站是頭層 你要還接送啊 啊 雙吃 雙吃的車站也是只能在外套 所以基本上它到一個點 啊 你說這個地方是因為它這邊人很少 這邊衝浪的人很少 你看 你注意看那邊 北迪一堆人啊 一堆人啊 啊 其實它這個主要原因是因為北迪它已經行程 一個市集 啊 你出租板子啦 一些雜七雜八的那邊就有了 所以它就直接就地就前面就可以做生意了 啊 這邊沒有啊 這邊店家沒有啊 但是我又不是在這邊做生意了 最主要的是我不是在這邊做生意了 應該想在這邊生活是可以衝浪近一點 因為我冬天都在南澳衝浪啊 我冬天都在南澳 那南澳在哪裡 在書房那邊去 所以我冬天都在南澳衝 啊我夏天 夏天南澳一定沒讓來 所以夏天我就在這邊 啊我是不是住這邊 住頭城啊 是不是比較近 對 這是點 啊 因為我以前住萬里 啊 萬里太遠了 萬里是一個教學的好地方 教學 衝浪人真喔 我們這種了吧 哈哈哈哈 有點熱 衝浪是這樣子啦 衝浪或許是一個人生啦 但是你看我這個樣子應該也是 因為我今年52嘛 應該也是差不多 差不多一半了嘛 一半基本上我最多也是二三十年 所以基本上只是想走自己的路線 走自己的路線啦 就是過簡單一點的生活 啊因為衝浪 衝浪低我又不喝酒 我又不抽菸 所以我只想簡單一點 啊你說要不要做生意 其實我以前生意都有在做 應該是這樣子解釋啦 這環境乾淨啊 人很少啊 公安客這邊的人數也還好 水準喔 其實你要是講起來 反正 公安客是這樣子啦 只要把垃圾帶回家就好了啦 其他的 其他的不重要啦 你要是說公安客的素質 應該就是垃圾 沒有啦 公安客是垃圾的問題 自然生態 我覺得這邊保持的蠻好的 對 因為這邊你注意喔 這邊沒公安 像你這個議題 我是覺得應該 應該是不大可能 應該是現代人不大可能 會放任自己的小朋友 或者自己人 把這些海裡的生物 海水跟淡水應該分得清楚吧 要是連這種都分不清楚 那沒必要當現代人 這樣講應該正確啦 對啊 不適合當現代人啦 海水淡水分不清楚 哪邊能活 哪邊不能活 怎麼可以這樣子 其實我們還是要聽眾生命一些 你這個話喔 真的是雨帶玄機 我先講 困難的挑戰 我先解釋喔 我現在就是人生最困難 我之前是開工廠 我在充滿工廠 啊到了現在 高不成就低不就 所以我今年 今年決定把公司給結束掉 所以我現在是人生最低長 但是我選人在這裡 所以我剛剛不是講 要過簡單的生活 就是就是如此 簡單生活就是很簡單 早上起來有浪可以衝 我們就衝 那回去做點小工作 做點小事情 平常沒事打打工 兼差做一下 這樣就過了 對啊 但是基本上是這樣 自己能擺 不代表全都要擺 過程喔 啊就是因為爬得太高摔得太慘 不是這樣子嗎 爬得太高摔得太慘 可以去問一下 反正我在衝浪界不能算沒有名 但是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名氣 好可愛喔 對啊 因為我在做衝浪板的 我主要是做生產線 我以前是做外銷的 應該我會做基礎教學 所謂基礎教學就是 對於衝浪板的認知 觀念跟概念 然後做一些DIY的工作 我是覺得是這樣 不管探討什麼議題 因為現在看起來 紀錄片能夠在台灣 能夠探討的議題 應該都是存在環保 這一個區塊 那環保跟整個生態的區塊 那實際上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認為啦 取高何寡 真的啦 你自己說啦 看的人常常看 話語的人很多 這個世界是這樣子啦 你說我們要付出行動的人 其實不一定 因為我講一個不好聽一點 我在和平島 和平島常常有人來撿垃圾 但是我通常都怎麼說 你知道嗎 我說不要撿 你每天也撿不完 但是他就跟我講了一句話 我一個人撿多少算多少 對不對 聽起來 對 他講的就是正確 但是你說我正不正確 我也正確 因為我每天在這邊看垃圾 我撿也撿不完 對 但是我今天我當下想撿 就是我的功德 就是如此 所以其實環保的意思是這樣子 不是一代人造成 今天會有垃圾是一代人嗎 你我都有份 而且我們小時候就開始丟了 所以大家都該死 該死當然就不用再接下去 所以 所以這樣子有道理吧 所以其實你要講環保議題 真的很為難 但是重點是來的 我們只是要 我們沒有辦法去奸善天下 但是我很簡單 我只要告訴我周圍的人 我們剪一張是一張 就好 這樣子就最正確 我哪有辦法 每天抓牌的 你要求分數 你要求分數 我兩天叫路會打死 對不對 這很正常啊 所以我們只要很簡單 我跟你 你我他 影響到第四個人 第五個人 這就是我們 只是我說實在 就像我剛剛講 我做不到 因為 因為這裡有一個部分 我先講 我們假設都是第一線的人 我們都是從業人員 從業人員就是什麼 我可以配你求分數 但是我沒有辦法 把理念 透過媒體 透過這樣子的傳輸工具 告訴別人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每個領域不同 你知道嗎 像你看我現在很 很希望的是 我也很想拍片 我也很想做紀錄片 但是 我做不來 做不來 是因為他必須要先學會 某一些東西之後 才能夠架構什麼東西 結果你知道嗎 我也曾經這麼做 才發現 我的東西沒人看 為什麼太老 我們都太老 沒有當然是講我 我們的思維都太老 雖然有觀念 但是思維 就是 散播媒體的媒體 那個媒體 那個媒體的軟體 不行 真的啊 問你最清楚 看現在年輕人 你用的東西 我們怎麼會這樣 對 我們輸是輸這個 對 因為 年紀越來越大 要自同道的 越來越修 真的啊 路越來越不熟 我 我本來是要騎修理車了 但修理車沒風 我們要 我要先上蠟 它雖然是油脂嘛 油脂會有一點摩擦系數 大概就只是要摩擦系數的東西 對 因為它這種 衝浪板是這樣 它屬於fiber嘛 玻璃纖維類型 所以它表面finish的時候 做完的時候 它是光滑面 對 然後蠟因為不能在太陽光底下 對 它打了會浮浮的 它就越來越浮 沒有 因為它們現在租板子的部分 它們就分成soft ball 跟像這種 我們就稱為硬板嘛 就Hot 啊 不然它們就是租軟板 軟板就是EVA 當外體 對 所以 軟板的話 它基本上 可以不用打蠟 而且它上面 也有可能會貼的一個 止滑片 這個都我自製的 我自己做的 對 啊 你看喔 這上面是硬蠟 這下面是軟蠟 顏色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是我的藍色的蠟 但是重點來了 其實我跟你講 為什麼衝浪有時候不能講太多 你知道嗎 衝浪不是很環保 這個是化工 這個也是化工 但是 但是我們現在又碰到一個問題喔 我們如何從 如何從化工裡面去做環保 我講這個蠟就好了 如何從化工裡面去做環保 就是 這個蠟 都是回收的 我把不要的蠟 它尻下來之後再回去從煮 煮 煮好之後再做的啦 所以這也是環保 但是問題是 重點是要花時間啊 現代人有的人不想這樣 走吧 你有沒有看到浪頭 有沒有 黑黑的有沒有 那是永浪的浪頭 所以我們來找一個浪頭像 這下去會很深嗎 這基本上是這樣子喔 海 我們怎麼看對不對 這幾歲花的就是沙 就是橋 可是它地下已經變全了 所以它這裡有個問題就是說 外面 那深不深 那外面越走越深 那外面越走越深 我叫一個我們衝浪的手勢 這樣對不對 這樣對不對 這我們的秘密組合 哈哈哈哈 OK 好了 準備出發啦 走啦 拜拜 好 不過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以我來講 我覺得我不是很低潮的人 就是說 在各行各業裡面 低潮的人很多啦 但是實際上 要是以我當飯本 我覺得我還不夠長 真的啦 還有人更長 所以但是只是 只是就是說 我們在 因為每個人的心靈寄託不一樣 有的人是姓神 有的人姓神 我們基本上 我們基本上 我們的重心思想是在做那 人不管在活在任何一個階段 注意喔 任何一個階段 一定要勇敢的做自己 不管對跟錯 能 pivot 會對角度 如果的人當然要不要 還有人 很有喜愛 是 你今天快樂 要不要與民視感 沒什麼 就不會 有的人 所有的人 那裡 跟電話 兄弟 那裡 感谢观看